当朝鲜大力士颜润哲将169公斤的杠狼举过头顶后 除了中国的观众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金牌已是他的囊中之物 因为他举起的这个重量已经追平了世界纪录 此时我们的中国小将龙青泉冒着生命危险 做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决定 2016年里约奥运会 男子举重56公斤及决赛现场 这次比赛代表中国出战的是 来自湖南省龙山县的龙青泉 而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却是朝鲜选手颜润哲 他在该项目上实力强悍 国际大赛中更是领战美胜 值得一提的是 龙青泉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重冠军 颜润哲是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冠军 两人的强强对决掀起一场腥风血 颜润哲第一次抓举128公斤 信心倍增的他选择成胜追击 第二次抓举132公斤 哇 竟然不也能起啊 颜润哲第三次抓举134公斤 哎呦 真起来了 不得不说三次抓举三次成功 可见他的实力远远不止一次 杠铃落下的同时 让县城观众和裁判都联名承败 把自己的这个抓举重力推高了3公斤 太可怕了 而他的最后一次抓举 更是打破了中国小将龙青泉 在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创造的最好正经 紧跟其后的是 我们的中国小将龙青泉 倍感压力的他 第一次抓举132公斤 起 文 起 好的 漂亮 漂亮 为了能在抓举比赛中 能与颜润哲发开差距 第二次抓举135公斤 起 有了 哎呀 天没锁住啊 这一举十分可惜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 中国小将龙青泉会再次选择135公斤时 第三次抓举137公斤 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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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了 漂亮漂亮漂亮 一百三十七 太棒了 最后的这一举十分完美 不愧是王九威来 抓举比赛结束 龙青泉以三公斤的优势位列榜首 占据优势的他 第一次停举161公斤 出门 收腿 好的 漂亮 开把停锅 第一次停举十分稳健漂亮 严润哲为了能挽回烈士 孤独一致 选择了165公斤 虽然第一次停举中亮了一盏红灯 但他还是艰难的将这个重量举起 追回差距的同时 也和我们中国小将龙青泉打成了平手 为了能保持领先的优势 龙青泉第二次停举166公斤 翻得不过 不错 收起来 陈文兄弟 有了 有了 漂亮 第二把非常漂亮 成功将压力扔给了朝鲜选手严润哲 再停举实力强悍的他 第二次停举169公斤 短暂的调整后 第三次再次停举169公斤 第三把他成功的将这个重量举起 倒地的这一刻似乎在庆祝 此时我们的中国小将要想夺冠 他就必须举起不低于170公斤的重量 反观失败只能获得一名银牌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龙青泉夺冠无望时 他们低估了中国举重队的那个赤子之心 更是低估了华夏女孙誓死捍卫荣力的军心 龙青泉最后一把 停举恐怖如斯的170公斤 起 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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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龙青泉 漂亮 连龙青泉 轮回世界之铁 本身的世界纪录 恭喜龙青泉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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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 哇 这一把太漂亮了 307公斤 新的世界纪录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十个八年了 重回世界之铁 这把绝对是绝地反击啊 真的 真正的绝地反击啊 太解气了 好了 我是抖抖 能看到这里被改名姓